你们是否相信鬼魂的存在 如果是 那么你们应该知道 鬼魂的出现通常会伴随一些迹象 比如周围的温度突然变冷 身体起鸡皮疙瘩 闻到某些不该出现的味道 比如花香和湿臭味等等 然而 你们是否知道 鬼魂的出现 很多时候都无法察觉 只有动物才会看到或感觉到 以下是13种据说能看到鬼魂的动物 第一 狗 我们几乎都听过狗在半夜吹狗螺或狗悲鸣 即是狗发出凄凉又绵长的嚎叫声 自古以来 无论在东西方或东南亚 人们都认为狗在夜晚吹狗螺是一种不祥之兆 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鬼魂 另外 东方人也认为 如果附近的狗经常吹狗螺 很多时候是因为死神在附近徘徊 表示附近将会有人过世 除此之外 西方和东南亚地区的人们也认为 如果狗突然莫名的焦躁不安 或对着空气吠叫 这也表示他们正在看到鬼魂 第二 乌鸦 对于一些民族来说 乌鸦是一种代表与死亡有关的鸟类 东南亚一带的人们相信 假如某个地区突然出现很多乌鸦在喧嚷 表示这个地方有幽灵聚集 如果家里有病人 屋顶或住家周围出现一群乌鸦在盘旋 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表示这位病人命不久已 第三 猫头鹰 自古以来 猫头鹰被认为是一种与死亡和鬼魂有关的不祥鸟类 以致在很多国家 猫头鹰被直接称为鬼鸟 在东南亚一带 如果猫头鹰出现于屋子周围 屋内的居民就会忐忑不安 因为这不止暗示着周围有幽灵出现 而且还会带来厄运 根据东南亚的传说 如果猫头鹰在屋外凝视屋内 表示这间屋子闹鬼 如果猫头鹰不断的凝视某个人 表示这个人被幽灵跟随 猫头鹰一般栖息于幽暗和潮湿地区 以及废弃的屋子 印尼有一种传说 如果猫头鹰出现在屋顶上 则表示屋内将会有人去世 第四 牛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牛不仅仅是勤劳的象征 而且还是一种能通灵的动物 根据民间传说 将牛眼泪涂在自己的眼睛上 就能看到鬼魂 因为牛本身是能看到鬼的 一些民间术士 甚至利用牛眼泪打开天眼 让他们能看到鬼魂 以方便他们驱魔做法 除此之外 部分灵性强的羹牛 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死 会在自己死前流泪 第五 猫 在欧洲许多国家 传说中的巫婆经常会化身为黑猫 所以黑猫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动物 在东方人的灵堂上 最近会出现黑猫 因为据说黑猫跳上棺材 会导致诈尸 即是黑猫的灵魂会附身到尸体上 导致尸体假复活 动了起来 猫是夜行动物 也是视觉最好的动物之一 它们不仅能看到鬼魂 而且还能分辨出鬼的善意或恶意 因此 当家里饲养的猫出现怪异行为 一般表示它们看到了灵体 而猫所表现出的情绪反应 有经验的人就能看得出灵体的善恶 第六 鹅 你们是否有听过 附近的鹅在半夜不停地发出叫声 根据西方民间传说 这是因为周围出现了幽灵 这种喜欢游泳的鸟类 包括天鹅和黑天鹅 据说是非常有灵性的 它们能看到幽灵 甚至和幽灵沟通 一般上 当鹅群发出诡异的叫声 特别是在晚上 那么八九不离时 它们看到了鬼魂 第七 鸽子 与其说鸽子能看到鬼魂 倒不如说鸽子能敏锐地感应到鬼魂的负能量和磁场 鸽子的嘴巴上半部有一个磁场侦测器 它不只能感应到微弱的磁场 还能精准地侦测大磁场的方向和范围 鸽子对磁场的敏感性比任何动物都强 在古代 鸽子经常被驯化成信鸽 因为它们天生具有超强的龟巢能力 无论放在天涯海角 它们都有能力非凡自己的鸟巢与配偶会合 在现代的信鸽比赛中 鸽子曾创下3500公里的龟巢记录 鸽子的这种特殊功能 源自于它们对地球磁场的精准而敏锐的侦测能力 因此 鸽子对于鬼魂所带来的负能量磁场是极其敏感的 每当有幽灵出现于附近 鸽子就会表现出鼓躁不安并发出声音 一旦幽灵靠近它们 它们就会惊潮乱飞 第八 萤火虫 萤火虫是一种美丽的昆虫 其腹部有一个发光体 有些种类的光芒是一闪一闪的 有些则会持续发光 根据研究 萤火虫能控制发光体的开关 它们的闪烁频率代表着某种沟通信号 也是一种求偶信号 雌性萤火虫通常在接收到雄性的信号两秒钟后做出回应 有些时候 萤火虫的发光频率会与周围的其他萤火虫同步 从外面看起来 整片树林在同步闪烁非常美丽 然而 在其美丽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些毛骨悚然的传说 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地区 萤火虫经常被当地居民称为死人的指甲 或幽灵的化身 是一种不祥的昆虫 第九 马 西方人相信 除了猫和狗之外 马是另外一种能看到鬼魂的家畜 这三种与人类十分亲近的动物都有一些共同点 它们都拥有四到五岁孩童的智商 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高分贝声音 以及能清楚看到快速移动的事物 马能看到鬼魂的说法 源自于非洲大陆 后来大量的非洲人一句欧美大陆 也把这种传说带到西方社会 根据源自于非洲的传说 当马看到鬼魂时 它们会显露出不安的情绪和怪异的举动 此时 如果你近距离观察马的眼球 你就能从它们的瞳孔中看到马所看到的灵体 第十 狼 狼经常成为神秘 贪婪 狡猾和忘恩负义的象征 在各地的传说故事和民间文化中 狼经常被套上邪恶的形象 被认为是恶灵的化身 据说 狼在半夜嚎叫 是因为它们正与幽灵沟通 狼嚎在月圆之夜特别频繁 是因为此时有狼人化身为狼 然而事实上 狼嚎只是狼群与同伴之间 远距离沟通的一种声音 其音调和音节变化能表达不同的含义 而且传播甚远 狼嚎有许多作用 一般在猎食前和猎捕后发出 用来召集支援 用来传达某种警告 以及用来召唤同伴 分享它们所捕获的猎物 因此 狼并非传说中那般贪婪自私 第十一 大壁虎 大壁虎 幼明阁界 是一种大型的野外壁虎 常见于东南亚一带的悬檐峭壁 树洞和乌梁上 也是一种热门宠物 然而在东南亚的一些地区 这种宠物却被视为基因的动物 大壁虎经常成为 东南亚一带的巫术和降头媒介 据说它们是幽灵的化身 拥有某种法力 大壁虎经常发出一种奇特的叫声 当地的一些居民认为 这是一种与灵体沟通的语言 如果这种声音出现在乌梁上 则表示屋内有幽灵到访 第十二 锦里 中国传统认为 锦里带有龙血 而龙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看不到生物 它们直接看到灵魂 因此 锦里对灵魂有非常强的感知力 据说 病人喂食锦里 锦里会不想吃 中国民俗普遍认为 锦里是一种能驱鬼的生物 鬼魂遇到锦里都会回避 然而 如果你家里连锦里也养不活 排除任何技术问题都养不活 那么 只能说明你家里阴气太甚 闹鬼的情况太严重 第十三 鸡 公鸡在清晨提叫 传统上被认为是为了叫人们起床 但以科学角度来看 公鸡清晨提叫与生俱来 与光照无关 这是它们生理时中的自然反应 有研究显示 即便将公鸡孤立在一个24小时接昏暗的环境中 完全与外界声音隔绝 14天后 它们仍然会在天亮前的两个小时提叫 然而 有些时候 公鸡也会在半夜提叫 这是什么原因 中国人有一句成语 半夜鸡叫 一般只突发不祥或不好的事件 东南亚一带的穆斯林有这样的传说 半夜鸡提 如果发生在半夜至凌晨三四点之间 表示附近有幽灵出现 公鸡看到了鬼魂 一般上它们会内心祷告祈求平安 但如果发生在晚上十点左右 则表示附近有女人未婚先孕 squeezing去用大尽音统 剧非 忍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